日本的麻烦来了 前有美朝动法 朝鲜导弹掠空而过 后有战队美国 禁运芯片对抗中国 更糟糕的是 日本经济复苏没两天 还没有彻底从失落的20年中走出来 日本企业便遭遇了几十年难遇的倒闭朝 以至于就连一向态度强硬的日本手下岸田文雄 都罕见的向中国主动示好 让人不禁好奇 日本此次倒闭朝 到底会给日本上下带来什么样的大麻烦呢 欢迎百度搜索日本麻烦 了解更多国际大事 点个三连精彩故事 马上开始 如果说现在全世界有哪个国家 心情最容易大起大落 那一定莫过于日本 从俄乌冲突的贸然战队 到中美斗法的从中作梗 上蹿下跳的日本 非但没有了引火上身 反而是经济触底反弹 成为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亮点 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日本可以甩掉背负多年的 失落的20年的包袱 经济一飞冲天的时候 一一带水的中国 却给了它当头一棒 因为就在现在 日本企业正在经历一轮 历史罕见的倒闭朝 而究其根本 还是日本自己的自作自受 原来日本在美国 对中国的不合理对待中 不仅选择战队美国 反而尽全力帮助美国为所欲为 去年年底 日本刚刚通过了三份安保战略 逃而皇之的将中国定义为 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 日本不仅在军事上跟着美国人 一步一驱 在经济上也是为美国之命适从 为了相应美国对中国滥用的科技禁运 日本跟着美国一起 对中国原本合理合规的半导体 展开毫无理由的禁令 前有军事上的围追堵截 后有经济上的禁运封锁 日本的上蹿下跳 让中日关系一度冷漠 可是安天文雄自己也没有想到 紧随美国的坏处 很快就显露无遗 要知道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日本跟着美国一步一驱 对中国的芯片领域进行制裁 首当其冲的便是日本国内的企业 光是2023年上半年 中国从日本进口就达到了 776.73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7% 而这17%很大程度上 都是日本自作自受惹的祸 正所谓时代的伊丽莎 落在每个人头上 都将变成一座山 17%进口的下降 日元的疯狂贬值 让日本掀起了一场 史无前例的日企破产潮 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 在这场倒闭潮中无法幸免 沉重打击了原本一片大好的日本经济 经济的岌岌可危 政治的一步一驱 让安天文雄的民众支持率 又一次跌破心低 尽管还没有影响到执政的地步 可是安天文雄必须对当前行事 做出一个明确的交代 这就难怪为何一向态度强硬 为美国马首实战的安天文雄 会罕见的在公众会议 就中日两国关系发表亲善讲话 看似安天文雄是表达中日友好的态度 可是与此同时 也是为了安抚自己国内的不满情绪 可是对于中国来说 不管日本怎么变化 任它风吹雨打 我自亏然不动 或许才是大国智慧的重要体现 而事实也的确证明了 中国智慧在处理日本 上蹿下跳上的高明之处 美国51万亿国债摇摇欲坠 日本国内对承接美债意见纷纷 这两个传统的铁杆国家 似乎已经是越来越有分崩离析的可能 面对这种情况 或许中国这个5000年来 稳坐其手的人 将会成为最后真正的影响 而我们每个人都将会拭目以待 那您对岸田文雄 向中国示好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分享 我们下期见